由洛杉磯知名潮流服飾品牌212度分 舉辦的未來保溫箱快閃概念店活動 在洛杉磯著名的時尚潮流商圈 Maros大道火熱開場 212度分在這個夏天 通過一系列的創意空間設計 向大眾展示 由保溫材料創作的空間概念藝術裝置 未來保溫箱 212度分希望通過這次活動 令到大眾體驗藝術 在感官和觸覺的多重衝擊底下 以及材料的質感上 親身感受溫度的變化 意識到全球變暖、溫度失衡 以及未來人類只能夠存活於保溫箱的概念為創意主題 212度分品牌 在2018年5月正式洛杉磯成立 212度華士道代表水的廢點 象徵著最大化 分就代表品牌產品的趣味性 同時都代表產品的功能性 212度分的每一件產品 都在美國洛杉磯手工加工製作完成 212度分的目標是通過產品的多功能性 將脆眉、換眉作為最大化 就像沸騰的水一樣充滿溫度 然後我今天要特別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的品牌的主理人 Tommy跟Lee 然後Tommy是已經從業11年的 服裝品牌 知名服裝品牌設計師 然後我們這個品牌其實從2018年 才正式進入洛杉磯的潮牌圈 經過短短一年時間 兩位主理人的化學反應 我們已經在本地潮牌圈占有一席之地 我們每年會做一次 其實到明年我希望說 我們可以有機會進入到紐約時裝州 對 今天我代表212分 感謝大家一直以來對我們的支持 未來我們也會繼續努力 希望把更好的產品 更好的概念呈現給大家 今次快閃概念店是212度分品牌 每01度的線下體驗活動 作為洛杉磯本地的新裔高階潮牌 212度分為了令到大家能夠面對面溝通交流 同時更好感了解品牌文化和創作理念 212度分亦都希望通過溫度作為切合點 打造今次快閃概念店 今次活動當中 由212度分品牌主理人Tommy王 帶領團隊和嘉賓舉行揭幕和捉走儀式 洛杉磯眾多嘉賓名導演、博主、model等到場祝賀 品牌的另一位主理人Li 現場展示產品格製作 其實這個褲子我們都是純手做的 當我們拿到褲子的時候 這個褲子都是沒有任何的金屬 所以我們都是用錘子 加上了側面所有的毛釘 袋子也是我們親手做的 像這個褲子配了12條不同產短的袋子 客人可以隨意移動位置 然後create his own style 這種大概的這個意思 那其實我們希望做到的是 每個人穿的都不一樣 希望說Be yourself Do yourself at the fullest level 所以我們這個設計裡面也是 所有袋子都可以移 所有袋子可以根據你自己的心情換位置 這個褲子跟衣服是相同的概念 像衣服的所有金屬扣也可以拆了 那可以把袋子拆了以後就變成一個馬甲之類的 然後你可以換兩邊袋子換顏色 所以我們的大概念就希望做到讓我們的客人能夠自己去 享受這個項目 然後玩和產品 212度分品牌主力人 Tommy王說 打造今次活動 整個團隊都是不分就夜的構思創作方案 場內每一串都是212度分團隊親手打造出來的 212度分品牌每年至少都會搞一次大型的快閃活動 雖然是一個新裔品牌 但Tommy王就希望 明年能夠帶著品牌參加紐約時裝周 令到更多人認識到212度分 Tina維時採訪報導